這也是同場上下行的值 這是剛剛的 然後這是現在這個的 再來是同場上下行 和下一場的相對位置的值 跟剛剛的做比較 等一下 繼續將影片跟進 這個的鋸齒狀會比較明顯 就可能現在看不太清楚 手機不太好 螢幕也不太好 比較介意 抱歉我剛剛按錯了 這是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同場上下行 和下一場相對位置的值 然後這是 這是同場上下行 抱歉 等我一下 我快個轉 因為這裡有點太灰暗 就拍的 就會感覺沒有太多顏色 來 來 這是同場上下行 相對位置的值 就是現在這個 然後 這個是同場上下行 和下一場相對位置的值 就是鋸齒狀 會很嚴重 會很嚴重 我說它的鋸齒狀 再來是 也是 也是同場上下行 這位置的值 我暫停一下 這兩個 來看 應該動態比較明顯 它們的差別 這兩個 都是同場上下行 和下一場的相對位置的值 有一點點差別 再來是 再來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同場上下行 相 相對位置 和相對位置前後的值 所以 這樣看起來 或許沒有什麼差別 用動態看 這是同場上下行 和下一場位置的值 然後這個是 同場上 下行和相對位置的值 跟 相對位置前後的值 再來是 再來是 同場上下行 和下一場的 相對位置 和相對位置 前後的值 就這 這後面就是 比較細部的調整 所以有可能就是 比較 沒辦法的差距太大 好 再來是 再來是 好 抱歉 這個是 是 同場上下行 同場上下行 和前後場的相對位置的值 是 應該有差吧 有 就還是 沒那麼明顯 可能就是我那個 影片的關係吧 好 就這樣 謝謝